李鑫 姊們 平安 平安 很高興今天早晨 我們就在這裡 立童來敬拜祝 剛才的新聞好像很長 但是我們通過今天這一段新聞 我們來去思想一些事 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整個中世紀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不管是消費地域 進行西洋式 或者是美術式 中世紀有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全有瘟疫 蔓延到各個地方 就是大家整個過三個地方 同樣的幾地不僅在中世紀 甚至同樣的幾地一直清醒在這個地方 甚至到1720年的時候 法國的馬賽這個地方 暴龍發了更大的不利 然後有很多的上升 那在 可是我們在這個 它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它馬上就恢復過來 它在馬賽就是比較綠 然後下面彎彎的 在很快的時候 它就很快的 這個溫力就恢復過來 然後加上整個經濟的貿易 在西印度主導 還有拉丁美洲的貿易的發展之後 它整個本來損失的設計 很快的就恢復過來 甚至呢 在1765的時候 它整個人口的那個水 水泥就會到它爆發之前 那其實這個 有一段故事在裡面 就是 當時候的醫師 他們想要去解剖屍的屍體 可是去研究 但是卻非常害怕 為什麼 一旦去解剖的話 就會 自己會喪掉性命 那 那請幫我控制那個 好 那 那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一個 國師 他就講了 這一句話 幹部的國師 他講的 他就自動起來說 你要為人民的安全 來守護 來犧牲 明天早 早上的時候 我來解解 他說完這樣的話 他就離開大家 然後就寫文書 最後呢 最後就會在整個 這個晚上就會在 上帝的面前 爭完打爆 那當然第二天的 清晨 他就去解剖一個 剛死掉的屍體 然後座上 他詳細的紀錄之外 又在那個紀錄 幫上 俗俗 原來 消毒 並後人 來去 查考 這樣子 那當然啦 他也在這 過後的幾個小時 短短的時間 就是在幾個小時 短短的時間內 就變成了 我們可以說 他這樣的蛇情 可以照剛才 陳友誠指示 所祷告 其實在我們現今的環境當中 其實是非常的不容量 就是我找出來 當時 忠實際溫靈的一個話 這樣子 說我要為人來犧牲 那我們可以說 其實 他能這樣做 其實 如果是 從基督來的力量 能力在他心裡 他沒有辦法 去做這樣的事情 我剛才有提到 其實 有人 也想 控制 但是知道這個後果是怎麼樣 而去 去 但是 他領受完 他像 他折完訪告 向上面 只能知取能力 而去 成就了 大家的生命 那我們 可以 從今天 剛才我們 讀的這段 經文 約翰一書 三章 特別是 只有二字四經 約翰一書 他的背景是怎麼樣子 當時候的信徒 當時候的弟兄姐妹 他們遇到什麼狀況 他們遇到了 一群 我自己認為 我是主所愛的門徒 他們也甚至認為說 知識 是一切得救的條件 以我的信心 以我的行為 還重要 他們認為是脫離身體 脫離身體 脫離身體 不是藉著信基督 而是要有特殊的知識 才能夠得到這樣的信領 所以他們這一局 我們暫時把他根本說 他們是分離分離分子 像是分離分離分子 他們就這樣展開他們的傳教 工作 甚至他們去說服其他在照片的人 去接受他們這樣的思想 他們這樣的 然後 團繫性感 所以 但我們一 一剛開始 享有 知識 十六節 開始 他就強調 不是指 不是指 是因為 主為我們捨命 是因為主為我們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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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可以說 真實的愛 不是憑感覺 而是要有所行動 我們可以提到 我們可以講到說 其實真實的愛 會像我們剛才 第一個講的那邊 一樣 他 一個注重的結構 這樣 他產生 無私捨己的視訊 我們都知道 朋友之間的愛 會變質吧 有可能 情人之間的愛 也有可能變質 朋友之間的愛 你以為 大哥 對小弟很好 小弟很高興 可是這個都有 對價 關係 有利益的 有利益的 情人之間也是一樣 甚至 有可能家人的愛 讓我產生重擔 不是嗎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他基督一趟 就是告訴他們 弟兄姐妹 耶穌 為我們神明 使我們知道愛 我們知道 在基督徒 當我們受洗的過程 受洗之後 其實基督徒的生命 是越來越像基督一樣 這過程是一個持續性的 不是說我受洗完後 就OK 就得救了 沒有 那是一個過的過程 羅馬書的八章三十節 這樣子提到 他找我們來 使我們成為 義 都叫我們在這當中 得榮耀 這是一直進行 這個過程 一直到我們去建築的面 所以我們的靈性身體 和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靈性成長 我們的身體是一樣的 不是說 受洗長大 但是 裡面卻是空 我們不可能 永遠都是吃靈奶 我們要在很多的環境當中 接受操練 淬煉出我們生命的品質 或是淬煉我們的 靈性的成長 其實我們會想到說 相愛 彼此相愛我們都知道 尤其是我們基督徒 越當越久的基督徒 一定都知道 但是相愛真是容易嗎 相愛容易嗎 相愛不容易 有可能我們在這邊 高高興興的敬敗主 讚美主 互道平安 可是實際上 我們回到我們的工作 甚至只要等一下 我們回到我們家裡面 有可能我們要面對 不可愛的家人 我覺得不可愛的同事 有人在笑了 但是 就這麼妙 其實彼此相愛 相愛它的原文裡面 它是一個不間斷的 不間斷的方式 可是在真實的狀況裡面 我們怎麼有可能是 不間斷的方式的 對別人有愛呢 太可了 甚至 我們有可能當中 有人說 是敬虔的 基督徒 有很好的信仰 知道我要彼此相愛 我要行出這個愛裡面 我們都知道 耶穌為我舍命 我要行出這個愛出來 但是有時候 知道跟行的是一回事 結果就落入一個狀況裡面 我會覺得 我好像沒有完全的去表達 對基督的愛 要彼此相愛 可是我並沒有活出彼此相愛的感覺 沒有對家人 對朋友 有彼此相愛的感覺 這時候就會陷入什麼 就會陷入一種 醉酒感 甚至是良心的責備在裡面 最後呢 就有可能是 默示我們良心的譴責在裡面 還是有可能也有一種狀況是 我為我自己去做辯護 但是剛才我們透過 享有知識講的 這些都不是 是因為我們是 住在這個真理裡面 是因為我們住在這個愛裡面 使我們得安穩 所以當我會救我內疚的時候 我會提醒自己 當我沒有辦法行出來的時候 甚至當我想 想心 卻有一點跟我所知道的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上帝知道我們的心 知道我們的行為 我們內裡的想法 我們是站在這個真理的基礎上面 去這樣生活 其實上帝社會的恩典 超過於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責備 西伯賴書的九章 這一段有這樣說 是因為它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可以往這一條路邁進 是因為它在我的裡面 使我可以往成聖的過程 坦然無懼的 不斷的來到它的面前 當你覺得不好的時候 你要記得提醒自己 上帝的愛 比我的良心是更大的 西伯賴書的九章這邊有提到說 它的血豈不洗盡我們的心嗎 它的心裡面是良心 就是要對在信仰裡面 敬虔的弟兄姊妹來分享的 那我對木道有說的是 我們說到這裡 我們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的信仰是跟別的宗教 可以分別出 在這當中分別出些許的不一樣 它這樣豐盛 它這樣豐盛的愛 是其它的信仰沒有辦法 去可以 比較的 同時 我們可以這樣做 並不是因為 我們可以行得出來 乃是一個住在我們裡面 從上帝來的 美善地引導我們的聖靈 幫助我們 往前邁進 就如同剛才 我們一起朗讀的這一段經文的最後一段話 其實是它的愛 使我們心出來 是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更新我們 使我們怎麼樣子 可以用新的事 或是新的角度 去看事、事情 如果說我們看事情 其實是帶著自己的 背景 自己的訓練 自己的價值觀 帶著這樣的眼睛 來去看事、事情 來去生活 但是 有可能在當中 我們會覺得 很疲倦 很累 但是 在這裡 他用這一段話來告訴我們 是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引導我們 使我們有力量 使我們往基督的樣式邁進 成聖不是靠著我們個人個人 而是上帝的恩典給我們 使我們有力量往前邁進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都知道 成為基督徒要醒在光明當中 要在真理裡面 但是在這一個 我們都知道的信 信條 我們都知道的基礎下 是什麼 其實無非就是 剛才講的 我們是相信 相信上帝 相信上帝 就透過他的獨生愛子 來捨入 捨了他的生命 同時 不只是相信 因為他的愛 使我們能夠彼此來相愛 我們靠我們人自己是沒有辦法 去做這樣的事情的 因為相信他的兒子 相信耶穌的特質 相信他的本質是怎麼樣 所以我接納他在我的生命裡面 使我成為不斷地向他去學習 我們有一個故事 就是在窄路當中 遇到的兩隻羊 那條路非常的窄 窄得不得了 就只有什麼 有人有可能聽過 有人沒有聽過 我看有人在討論 非常的窄 窄得不得了 只有一隻羊 能夠過而已 但是路的一邊是什麼 路的一邊是 懸崖 另外一邊是虎 萬一不小心 掉了掉下去怎麼辦 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兩隻羊 同樣的都可以過這個目目的地呢 有沒有辦法 想一想 想一想 有辦法嗎 要怎麼樣過 要怎麼樣過 怎麼過 一個退 喔 差不多這個意 意義意思 結果呢 其實這兩隻羊 竟然有一隻 就像 剛才講的有點相似 就是竟然有一隻羊 他是退了 他是蹲下 握在第一地上 讓另外一隻 從他的身上跨過去 過了 之後 他才走 結果呢 這兩隻羊 都平平安安的到達 他要的地方 這故事喔 很有趣 如果我們想想看 如果患者是我們呢 我們在載路上相遇 會怎麼樣 有可能我們在載路上相遇 有可能 我們就在裡面 大膽出手 兩敗俱傷 也可能就僵持在那裡 不動了 有可能 但是 於是 無虎補 甚至有可能在這樣 吵架兩敗俱傷裡面 我們會帶來 自己的安全的受傷 但是其中的一隻羊 他做了最好的示範 他不去爭 不去搶 不去抱怨 不去發怒 他就是謙卑地躺下來 謙卑地跪下來 讓另外一隻羊 從 他的身上 從他這裡 過 結果雙方都能夠得到好處 有可能 這是故事 我們也可能 不太容易 真的遇到這樣的經驗 但是 我們有的 卻在當中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有可能 常常跟別人有發生這樣的衝突 發生這樣的不愉快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學學 那另外一隻羊 他前輩的 我想讓對方陷走 事情就離開了 耶穌為門徒的禱告 在分離的時候 他為門徒 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是 我們成為基督徒 不只是基督徒 我們還是主的門徒 要知道 我不是基督徒 我是主的門徒 耶穌為他的門徒 祷告的一段話 他的焦點 是放在說 你們要彼此相愛 和 這是他要分離 要跟分開的時候 祷告的一段話 這麼說的 他說 他這樣祷告說 我在他們裡面 你在我的裡面 使他們能夠完完全全的合一 叫世人知道你猜我來 也知道你怎樣 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我們既是上帝的兒人女 我們既是領受 耶穌為我們捨 生命的生命 我們學他的樣 其實我們就是他的門徒 他的羊 我們說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是什麼 彼此相愛是要活出上帝的榮 榮耀在當中 讓人可以真的看到你的行為 就看到什麼 看到 哇 上帝的愛 住在你 住在我的裡面 就如同 耶穌 他所做的 成為後來的人 知道 他真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我們說 這樣子的愛 是在門徒裡面 才有的 在門徒裡面 才有愛的見證 那我們可以說 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是什麼 彼此相愛 其實是要活在一個 彼此尊重 互相成全的一個生命裡面 其實 彼此相愛的是 包含的是什麼 包含的是一種 尊重 接納 其實接納的原文的意思 他其實是一種 我接受 我歡迎你 我歡迎你 接納其實是一種 我歡迎你 自己沒有捨的話 不可能去接納別人 進到我的裡面來的 這是一體兩面的事 只有接納十二級 才能夠真正的愛別人 是 只有接納十二級 我們才能夠真正的去愛別人 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 有一個小孩子 他們 搬家搬到新的城市當中 新的城市 然後在禮拜天 他們要做禮拜 會像 會像有的人一樣 去找教 去找教會 做禮拜 他早啊早 結果到了一個教會 招待的人 對著小孩子說 欸 我們不歡迎 黑黑人 這小孩子 又跑到另外一間教會 教會人也說什麼 欸 我們不歡迎 黑黑人 他又繼續去別的教會 但是都同樣的被拒絕 有可能我們聽到 聽過這樣的故事 結果他到最後 他難過他相信 哭了起來 那突然有一個大人的聲音說 欸 小朋友你哭什麼 結果這小孩子回答說 我想去做禮拜 但是教會人都不歡迎我 結果沒想到那個大人 對他回應的是什麼 他說 他們不只不歡迎你 也不歡迎我 結果這小孩子 抬順著聲音 抬頭的往上看 哇 居然是 耶穌 其實我們有時候不接納 人的原因 有很多 有可能是我們不願意去放下一些東西 就如同主接納我們一樣 我們去接納別人 去接納的相反 就是排斥 因為這不是從我而來 跟我是不一樣的 是外來的 但是我們都是蒙上帝所愛的 都是耶穌白白為我們捨命 我們是蒙招的 就互為是知肢體 是要一個彼此接納 不管是 在教會裡面 在我們的家庭當中 更是一樣 有時候是 越親近的人 我們 有可能是 越看不順 有可能是 越沒有辦法接納的 有可能我在 職場上 跟我的同事 跟我的學校的同學 因為他不是我的親人 我還可以因著愛去接納他 因著我的信仰去接納他 可是有時候 在生活當中 是很實際的 有可能 在這當中 沒有辦法行出來 所以彼此相愛 他的生命 是要活出一個尊重 互相接納的 態度生命方式 我們可以說 再來說 我們可以在想到 彼此相愛的生命特質 有什麼 彼此相愛的生命特質 他一定有成全的因子 在他的裡面 我們可以用一個畫面來想像 我們要拼一部很美麗的圖畫 我們可能跟人家一起來拼這個美麗的圖畫 我們手上都有所有的 因為我們手上所有的 可以去補足別人所沒有的 可以去補足這個畫所缺乏的 同樣的 我得到別人的幫助 有時候 有時候也是透過別人的成全 使我的生命有美麗的圖畫 不是嗎 有時候 我們會陷入自己的盲點 會認為說 哇 我手上拿的 這是我負責那個區塊 不願意去搜手 叫人 去試試看 但是在彼此相愛 在合一的愛裡面 我們是要看到彼此的需要 然後 相互的來分享 相互的來貢獻 相互的來成全 就如同 加拉太書的說 你們個人要 個人重擔要互相擔當 這樣子 就是在愛裡面去成全 律法 我講到律法不是使我們束縛 律法是讓我們 在愛裡面行出的律法 在愛裡面行出來 是使我們得自自由的 所以我們要常常相互的鼓勵 相互的勉勵 去激發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靠我們自己 我們是同為一個肢體 在這當中 我們知道說 相愛不容易 但是我們在透過今天早上的節目 我們知道 是藉著聖靈 使我們在這當中 幫助我們 引導我們 使我們怎麼樣子 可以在這裡面 同時 因為他的引導 他的幫助 可以使我們有一個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接納 甚至彼此成全的態度 生命的特質在我們裡面 我們才可以合合一 你想一個家裡面 如果 這邊分 那那邊分 或是彼此吵鬧 是沒有辦法合合一 而是要什麼 而是願意我們去效法 上頭來的愛 而這個愛要牽引我們 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裡面 讓我們在裡面 被他的榮耀 被他的恩典來充滿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好 愛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謝謝你透過你的獨生愛子 使我們有新的生命 復活的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謝謝你 不間斷的愛 在我們裡面 引導我們的生命 謝謝你不間斷的愛 是我們領受這恩典的時候 主 我們也要來 向你學習 你謙卑的樣式 在我們的生活 所在現場 在我的家庭裡面 在我的工作當中 在我的職場上面 主 謝謝你 主 因為你的愛 你不間斷的愛 告訴我們 我們不完美 但是我們 我們在你裡面的愛 我們 使我們 在這不完美當中 我們安穩自在 我們在當中 平靜得力量 主 也求你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有更多屬於的樣式 成為合你心意的門徒 謝謝你用不間斷的恩典 保護我們 引領我們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阿們 我們用這一首詩 來回應 耶穌不斷對我們的帶領 斷對我們的愛 好幾乡 一個愛 有藉自己呢 我已經向 rę卓 嚴附 自己作為首 尺一鎖 研封 青年 師ultan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记录 你爱你生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套路之路 你爱你生 将我走着人生路 再一次再向上讲说 你是我的主 将我走着一步 高山或低谷 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成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定许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生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套路之路 你爱你生 将我紧紧抓住 最后的 你爱你生 将我走着人生路 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同心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谢谢你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 我们不完美 我们有许多的缺点 甚至有时候我们是小心的 但是主 我有你这不间断的爱和恩典 持续的充满我们 让我们经历到 你的爱是何等的丰富 丰富的引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主 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 主 因为你丰富的爱 让我们来学习你的样式 成为你的孩子 成为你的门徒 成为你使人合一的庆民 主 谢谢你 谢谢你把这个爱的DNA 赏识给我们 主 我们赞美你 谢谢你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爱 帮助我们 圣布我们每一天 在环境上 在生活上的挑战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你 这样爱我们 我们这种祷告是 奉主耶稣的圣明感恩 Amen